大家好 我是西街 欢迎你回到我的频道 这两年美国的房地产市场非常合约 这个价钱啊 称称称的往上涨 不管是二手房 一房篮球 包括新房也是一样的 你凌晨三点钟 五点钟过去排队 建商 有可能今天只放五套房 你才能够排得上队 其他的三十个人 五十个人 没有这个机会了 所以就说在这段时间 房地产市场这么好的情况下面 对于我们房地产基金人来说 这个收入确实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 随着房地产的市场这么获悦 那么就是很多的新人 也渐渐的涌与到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来 这段时间也有很多的新的朋友 在我的留言区留言 他就说 西街 我刚刚考到执照 我怎么能够在短时间之内 三个月 六个月平稳安全的度过这个新手期呢 确实万事开头了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平安 顺利 冷酷地度过你的房地产基金人的安全系 我觉得啊 这里面呢 有四点 我想第一点呢 就是说看房 看你客户需要这个区的房源 我那个时候刚考到执照的时候也是2001年 我的一个师傅告诉我 西街没有别的窍门 看房 把你周围的房子你都看遍 带上你的名片 所以呢 我就从礼拜一到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我就带客人要open house嘛 我就自己在整个MLS上面呢 看房源 只要有空的condo 空的single house 我就自己跟leaser aging联系 我说 我先preview一下 我先过来看一下房 等到周末的时候 我再带客人过来看 所以我整个呢 利用我刚考到执照 到另一个客人在空闲的时候呢 我就不断的看房 不管是condo town house 公寓 独立屋 两三个union的income property 我都去看 所以两个月以后 我的名片发了五六百张过去了 也就是表示着我看了四五百五六百套房 后面我们公司的一个老大姐一个前辈跟我说 哎 西街你一定能够做成功的 我到哪里看房都能够看到你的名片 所以看房很重要 同时呢 你要对你客人的需求啊 这个城市一定要非常了解 那么我刚刚考到执照以后呢 我的太太的一个亲戚就告诉我 哎 西街我准备在这个华人的附近 Arcadia买一栋五十万左右的房子 我说好啊 我说你有什么需求 哦 他有 我有小孩 我需要学区 但是呢 我夫妻两个很忙 我想我的小孩呢 没有早上送下午街这个烦恼 所以一定要靠中初中高中图书馆这个位置 我说好啊 所以我就说 这个城市就是华人喜欢的Arcadia 那么我就从从东 OK 我们的Mayflower最远的这条街 到西就是Bowen这条街 北 嗯 那斯通那斯啊 就是Huntington啊 Dewati啊 整个这个部分 包括高中在哪里 初中在哪里 六个小学 三个初中 一个高中 客户辅导班多不多 然后就是说 我就给他规定了一个 半卖走路10分钟到15分钟 的这个房源 非常非常好 所以第一个礼拜 我就带他们两夫妻周末去看房 非常非常就是说幸运的事 我在第二个星期带他们看房的时候 他们就看到一个single house 就在高中的附近 他说 哎 西街 如果说这个能够50万拿下来 我们就马上拼了 就决定这套了 所以我就马上就根据我自己 这一两个星期的看房 把整个的房源比较 啊 还有就是说 嗯 这个社区比较 然后呢 我就跟对方精进的谈 我的客人的嗯 需求 那么呢 我也请了一个mentor 一个师傅帮我来谈价 哎 就成功了 所以就是看房 看客服输业的这个房源 整个社区非常非常重要 第二点 就是说 一定要熟悉我们买房 卖房的合同 包括其他关于房屋 open esco以后所有表格 这里面专用名词 各项 各类的法律的条款 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还是一句话 你既然做了房地产经纪人 就要全职来做 所以我那个时候 我从上午下午 我都要么就看房 要么我就做所有的 就是买房的合约 租房的合约 就是经纪人代理的合约 我帮你卖房的合约 我就仔仔细细的 一项一项在写 对 也可以跟我的经理拿他的范本 为什么你要这样写 包括白衣啊 包括这个就是说 公正公司的费用啊 产权公司的费用啊 产权公司的费用啊 整整就说我在一个月子中间 我自己摸索 不会的单词 我自己写下来翻译下来 所以到现在我就熟人生巧 这也是我在带客人看房的时候 我就说告诉他这个房源怎么样 房子 包括附近的房源 学校的位置 那么后续我们贷款 各个方面 就是说根据这个合同上面来 一步一步 十页子 我把它分析的清清楚楚 让我自己很有自信 所以就说 第二点 熟悉买卖合同非常重要 第三点 趁饭局 去参加party 一定要脸皮厚 那个时候呢 我们在2001年 2002年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啊 就是说大家如果说 我卖到了房子 我就请几个好的朋友啊 同事啊 一起去餐馆搓一顿 同时呢 为了就是说做市场 很多的公正公司 产权公司 啊 白衣 杀虫公司 房屋检查公司 也到你的这个公司里面来 请大家一起来吃饭 所以我也就跟着他们去 当然我作为新手 我就不说话 我自己吃 我自己听 看他们怎么样分析 现在的贷款的市场 房屋检查怎么样 比较有技巧啊 杀白衣 到底是包起来杀 还是局部取离到什么程度啊 还有产权呢 公正公司啊 怎么样收费 所以呢 我都非常就是说 撑这个饭局 还有就是参加很多的party 不管亲戚 哪个朋友的party 想办法都去 告诉他们 我现在是房地产经纪人 我可以带领你买房 卖房 当然还有周末啊 我们利用时间参加教会的活动啊 很多很多 这是打开你的人脉 OK 第四点 就是mentor 请师傅 所以就是说 我那个时候啊 我看到这栋房以后 怎么样在50万能够拿下来呢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 在这两三个星期之间 我觉得他特别喜欢我啊 特别就是喜欢教我 我有任何问题 他都七七八八都跟我来讲的这个师傅 他就告诉我 怎么样谈价 那么我就请他当我的mentor 当我的师傅 我就一起来谈价 真的把这个房子拿下来 拿下来 我们就open escrow 检查房子 进行贷款 最后面把贷款吹出来的以后 会就是后面的dump payment 然后close escrow 拿钥匙 最后面拿支票 哇 这真的就是我们要 要多请教我们的师傅 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会感谢他 给他这个mentor会 所以就是说 我们作为一个经纪人 作为新手啊 mentor这个师傅 一定不能少 所以就是说 很多强强细细 小小的一些问题啊 你在自己在熟悉咒中 慢慢慢慢的 你就做起来了 就靠你自己的运气咯 也靠你自己的努力跟勤奋 所以我就说 ok 两个多星期 我就帮客人 啊 买到了一个房子 进入了工程公司的程序 哎 我在第三个星期的时候 我在 Arcadia的7-11 我在里面 买杯咖啡 哎 旁边有一个 印度裔的移民 他看了哎 你好啊 我说很好 哎 我说你怎么会讲几句中文 他说我这边员工可以讲中文的 那我就跟他聊 我说我现在是经纪人 然后我就把他的我的名片给他 哎 他就说他要在Arcadia买房 哎呦太巧了 我也就是这样 他反正很有空的 我有房源 他就跟我去看 我们就在Arcadia6届就买到了一个100多万的大豪宅 你看多幸运啊 真的 我所以到美国来有这个经历 也是我的人生要感谢很多的贵人 所以我经过立一套房的佣金 立二套房的佣金 因为那个时候贷款很容易啊 我自己呢 在立三个月的时候 我就就是跟我太太讲 那个时候还是女朋友 我说我们一起买个房吧 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很小的房财 20多万的旧房子 一个转角的房子 这样就开毙了我 作为一个房地产经纪人 巅峰人生了 所以这样 你看我的新属期 我就平稳 成功的过渡下去了 所以很多的朋友有个问我怎么样过渡呢 我现在给你总结一下啊 第一个 作为一个新属来说 你的心态问题 OK我们在国内移民到美国来 我们不知道 未来怎么样 前头怎么样 什么都是忙忙的 对 在国内有可能我们生活的很忧郁 有哥哥姐姐 父母亲对我们的关心 但是我们到了美国以后呢 我们要重新起步 所以就是说 我们到了美国 做房地产经纪人 那我们就要用心去做 要有自信 很多的朋友拿到了执照以后 不敢去敲门 不敢去教会同朋友讲 不敢去参加朋友的party 哎呀我现在是房地产经纪人了 我们不是帮客人 就是为了赚我们的佣金 我们是帮他们找一份很好的房子 也是帮他们做一个很好的投资朋友 心态很重要 第二个就是 我们入了房地产经纪人这个行业 那我们的这个心就是 眼界呀 就要想到一点 干一行就要爱一行 OK 这个垃圾车过来了 所以就是干一行爱一行这个呢 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很多的朋友既然你考了执照以后 他还是去上一个班 那么就是你的客人说 哎我现在有坨房子怎么办呢 他说不好意思我现在上班 我能不能晚上过了带你去看 或者周末带你去看 哎这些客人等不及的 那么他就去找了全职的经纪人了 这是一个 而第二个就是说安全 你看看 刚刚我戴了这个很头盔的帽子 啊 头盔的帽子呢 还有你看看我的这个安全鞋啊 就说 往往为什么我们去看新房 或者是就是建商的房子 到现在的很多的建商不让我们经纪人 带客人去看呢 这是非常一个问题 以前我们都可以去看的 那么去看的同时呢 就是这个建商说你要戴好你的安全帽 穿好你的安全鞋 不然到里面钉子扎到怎么办 这个建商的保险能够赔你吗 很多的大的建商在他的门口都写了 OK 你是买家 你订了这个楼花 在建的时候呢 在我们的路幅屋顶封顶的时候 你可以过来看一下 在工人休息的时间半个小时可以看一下 OK 那么我带着我的客人 我自己有安全帽有安全鞋 我也给我的客人的夫妻都买了帽子 跟鞋 其实一套很简单 在沃玛不到一百美金 但是我有很多的同事啊 他们就没有就穿着平常的旅游鞋 那么建商就不让你近 对不对 所以你的客人就对你觉得有异样的眼光 哎你没有做好啊这个工作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你要想到了我们给他买一个两百万的新房 然后他还要升级他家里的厨房啊 墨里板啊 或者厨房啊 就差不多到了两百二十万两百三十万 佣金都到了差不多五万美金 买两套安全服怎么呢 很多人就不愿意买 OK 同时还有很多的经纪人呢 有时候我带他们 或者是他们带我去看房子啊 然后我们坐在一个车上面 然后他来开车 车只要一停啪啪啪啪啪啪 他就在看手机 然后发信息 回信息 我说你有这么忙吗 你比奥巴马还忙吗 这个很要小心啊 常在河边走 总有一天你会失邪的 安全非常重要 我们不要急着这一时 零等三分不抢一秒 这种安全呀 是对我们自己 对我们家庭的负责 安全很重要啊 第三点啊 就是说我们的Mentor请师傅的时候 我们不要想到师傅就能够在两个星期一个月之内把所有的这些词费都灌税给你 把他几十年的房地产知识都告诉给你不行的 他有他的工作 OK 我看到有的就是朋友啊 他也请我当师傅 哎 西建 我现在那个房子我现在过不去 能不能你去跑一趟能不能你去帮我换一个窗户能不能就是说那个地方很脏 你能不能去帮我打理一下哎我是师傅哎我是Mentor哎我告诉你去怎么样来运作每一个case你这个具体的事情尽量自己去做 所以作为一个新人啊一定要就是尊敬我们的师傅 这样呢他就是很就是愿意来教你 同时呢就是说作为一个老的经纪人作为一个师傅 也请你虚心的就是教很多的投力 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嘛啊 所以我们第四点第四点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新手过渡期的时候我们要理解家人也请家人呢也要理解跟支持我们 你要知道做房地产经纪人这个确实也是不容易的非常有挑战性 有可能你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带客人每天看房每个周末看房 没有成交 没有就是说达到这个交易的时候你赚不到一分钱 那个时候有可能你的太太你的先生加油不怕我们有时间继续努力 那么四个月五个月六个月呢 还是一样没有交易有可能家里人呢有非有违循的怨言 那么有可能你就要要走出去去了帮家里多做点家务事是吧 照顾一些小孩这样的话让家里能理解 当然这也是运气的问题啊 到了八个月九个月十个月的时候你还没有一单成交 没有办法了我也知道你去找工作去了 对家里这个生计问题还是第一位的 当然了你去找了这个工作有可能是你人生中间最适合你的这份工作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上面呢我要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从2001年拿执照那个时候呢 我们整个的培训班有63位同学考过了执照 在这个市场上面还是从事着房地产经纪人的这个行业 OK啦讲了很多这个视频呢是我 讲的最多的一个视频呢已经差不多20分钟了 但是我还觉得呢对很多的新人讲解的还是非常非常不够 所以我请呢就是很多的老的经纪人 这些前辈在看我这个视频的时候也给我加砖添网 有更多的建议跟留言在我的下面 就是说让更多的新手啊从我的留言区 学到更多的内容 同时呢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也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请你点赞关注也请你就是转发我这个频道给需要的人 我会一余既往的把我在20年的房地产的经历介绍跟分享给大家 让我们一起来就是分享我们在美国在洛杉矶房地产经纪人精彩的生活跟故事 谢谢你感恩